我一时间就已经是在东西的女性的电影了 我以为是有钱之间就很厉害了 我以为是有钱之间 在你的印象里 日本男公关是什么形象 是光鲜亮丽还是神秘猎奇 是三句话让女人为我花一百万 还是日本第一男公关罗兰 她们华丽的外表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不识华来聊见可怕的事 事件起因是由UP主做了7科普视频 大家有空可以一步观看 反正我看完后整个人都不好了 想起看过的一些影视 在结合我查到的资料 这位UP说的的确不假 总的来说 她撕下了这些男公关的真面目 此前日本男公关俗称牛郎 是一种有异被神秘化的群体 我也被他们的包装和话术补助过 竟然没有发现 他们通过文化障碍和信息差 制造了种种假象 比如卖以不卖身 他们对外反复强调 只喝酒聊天不陪睡 是一种正规文化 但实际上他们会用内部黑话 来分类描述睡过的客人 他们还把自己包装成 对女性友好的形象 号称是女士优先主义 甚至把自己和女性的幸福深度绑定 他们生产许多金举名言 宣称能让东亚女性全员幸福 但他们的自我营销下 自律 励志 高情商 对女性友好的形象跃然于屏幕 但这些取悦逃好女性的方式 只是他们的面具 如果回到他们诞生的地方 仔细生事 其实日本社会对男公关充满敌意 男公关看似光线的包装 确实捕获了一些年轻人 以至于把罗兰芝留当作偶像 但周围人对自己的态度 大多是鄙视 甚至超小 而男公关自己也难逃道义上的谴责 Ryan 25岁 从事公关一年半 原本是电器相关职业 尽管他一再向母亲强调 公关不是什么可怕的工作 但母亲还是好几次让他辞职 母亲说亲戚都以为 是他教育方式有问题 他导致儿子在这种地方工作 为什么大家都会有这种反应 因为日本男公关风评刹 不是偏见而是事实 随手一搜社会新闻 在日本 男公关的受害者比比皆是 又为了让男公关被迫下海的 新二代反股信心 还有日本曾经的天才滑雪少女 金锦梦露 14岁就获得全国冠军 18岁就参加奥运 在某次冬奥失利后 他到牛郎店寻求威胁 从此一落千丈 从奥运选手沦落到做风俗女 裸模 甚至承认影片女幽 当然最著名的 还是Mia也提到的不死鸟事件 21岁的高岗尤家 为何沦落到杀人的地步 因为他陷入了对方 亲手编制的有毒的亲密关系 男公关刘悦 用肉体关系和结婚承诺 哄骗高岗尤家 让他以为两人是在交往 刘悦为了当上头牌 让尤家卖身接单 当老男人的伴流 同时还对尤家爱理不理 和别人调情 只认前不认人 刘悦无法摆脱这种有毒的关系 最终爆发 决心杀了对方再自杀 刘悦被他用刀筒伤后 还把这件事 作为自我营销的资本 自称不死鸟 再转一波热度 顾客们沦陷在 男公关精心设计的PUA 被一步步逼到深渊 借高利贷 下海拍AV 甚至犯法 牛郎们会因此良知发泄吗 显然没有 也不可能 因为这正是男公关店的轨迹 他们勾结高利贷 风俗店 把自己的顾客敲鼓吸碎 俨然形成了一条黑暗的利益链 这些牛郎影响力有多大 歌舞机灵的连续自杀事件 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高价载客 违禁药物泛滥等问题 警方屡禁不止 层出不穷 在这样恶臭的温床 牛郎们竟然还靠自我包装 大摇大摆地成为了网红 比如炫富 在社交网络大秀豪宅豪车 半年前才买过劳斯莱斯 想看一样更日常的 吃麦克法拉利 住一碗酒店40万亿元 自己住一间还不够 衣服还要另一间一些 这些人真的只想单纯分享 自己的生活往迷糊 他们早就描述了广阔的中国市场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面 以其名曰 想增加中国那间的粉丝 不许会有人认为 展示自己财富的实力 和成功人士的魅力 并没有什么不可以 但他们展示的 显然已经远远不是财富 而是一种悉行的身材之道 他们一边在网络上 营销出被仰望的名样 一边游走在违法师德的钢索上 殊不知 他们引以为傲的奢侈 建立在多少不暗示室的 女性血泪之上 男公关门是怎么挖掘陷阱的 别说可娱乐圈 一些偶像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简而盖之 偶像养成 他们用甜言蜜语 取悦女性顾客 把他们培养成 属于自己的饭圈粉丝 把他们当取款机 量身定做各种消费陷阱 还声称这只是精神上的鼓励 他们拼命研究顾客的心理 揣摩每一个 可能讨好顾客的方式 调酒时 顺时针和逆时针赚勺 有什么不同 顺时针会让人感觉 焦急没有耐心 逆时针则会给人 想跟你一直喝下去的感觉 那么百般投气所好 为的是让女顾客 更加死心塌地 把他们的付出 和牛郎在店里的地位 和事业深度绑定 女顾客为什么愿意烧钱 因为 沉迷于男公关的陪酒女 为什么愿意用一个月薪水 一次买下三四瓶 三十万日元的高级香槟 他说这就像养爱豆的感觉一样 男公关们把自己当成商品 越自我提升 就越多女性会指名 表面上 他们在乎的是顾客 实际在乎的 只有自己和女性 愿意为自己付出的价码 男公关们把客人 开的一瓶瓶高级酒 当作谈资 雀跃地品尝着金钱的味道 计算着自己的营业额 每当客人下单高级酒水 他们都会大声喊出酒的名字 并且欢呼 他们还利用种种细节 对内败高采低 上一个月 业绩五十万日元以下的公关 要在闭店后 跪着扫除 业绩前几名的男公关 则被吹捧所肯定 盲信文化背后 没有人追问 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些成就的 他们对顾客付出的 沉重代价 选择性故事 但只是单纯的支持我 钱是从何而来 对我来说无所谓 要知道他们的客人 除了灰金如土的复活 大多数还是普通年轻女性 有的是为了省钱 大五小时夜班车的一大学生 店里一杯茶 就是他一个月的生活费 案情筹到军中的普通女服务员 女客人被迅速拖进消费的桌台 只能花二十万日元 不够 必须诱导他花三倍以上的价格 才能实现自己的逆袭 在他们眼里 这不是压榨剥削 而是实现梦想 我们在反对南宫观文化时 我们究竟在反对什么 这就需要搞清楚南宫观文化的本质 他们看似是女性消费男色的产物 女性好像终于可以通过买买买 来提高自己的地位 但南宫观文化所揭露的 恰恰是以讨好女性为名 实际极度艳女的文化 他们不仅误化自己 更误化女性 让女性以为自己获得了爱 行使了消费权利 获得了某种自由 事实却截然相反 戴景华老师就曾给过我们一种启示 原本资本就不是性别本质主义者 自由和权利也不是用钱能买到的 南宫观们鼓动着女性顾客的消费狂热 但他们真正关心女性的生存处境和想法忙活 他们只想让女顾客为自己的魅力花更多钱 要知道决定这个行业的本质的 不是它的表层形式 而是它的底线 为什么我要坚决抵制南宫观文化 因为这件事背后 有个细节让我感到不安 在互联网DIS南宫观文化的热潮里 时不时会涌现一种声音 南宫观没化30%后 不就是饭圈 消费女性幻想 男团即逝感 我们在批判南宫观敲骨吸嘴的同时 自己是否也在消费主义的洪流中 堕入了别人精心设计的陷阱 在景华台女性和消费时 提到过这种现象 一只单曲靠电子付费就能收入过亿 这不仅仅是一种消费的狂热 而是一种结构的失衡 男宫观们为了攫取女性消费的欲望 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但他们不会在乎这一切 是否不合理不道德 甚至不合法 在这里 我想引用一条B站用户 对极端饭圈的评论 不产生生产令 却鼓动消费主义 不在乎价值观 却搞人格崇拜 当女顾客变成蓄款机 当妇女节变成女神节 这些人鼓吹的 不是女性作为劳动者的尊严 而是让女性成为消费主义的工具 那些让粉丝为自己的梦想充值 却早已失格的一人 何尝比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男宫观 他们挥霍了万千人的崇拜 而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绝不为男宫观买单